歡迎收看全民音檢終極閱讀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是專門針對於 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的詞彙與結構來分析解析 希望能夠提升對於終極閱讀的解析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的講師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這個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第九 第一部分詞彙結構 我們選了總共四題 兩題是屬於這個單字 那麼另外兩題是屬於片語句型的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那麼是非常怎麼樣呢 當我們呢在解釋我們的這個計畫的時候 那麼所以說我們確定呢 他非常的喜歡 a lot 就是 very much 非常喜歡的意思 那表示這個一定是非常有興趣 那個興趣度很高 那麼這個我們看一下哪一個空格可以添進去 第一個 那麼 enduring 這是一個本來是動詞 把一去掉加 ing 變成一個形容詞 原來動詞那個 enduring 就是所謂的持久 那麼他忍耐度很高的意思 可以容忍 那麼再加 ing 就是持久的 就變成形容詞 從動詞變成形容詞 叫持久的 叫 enduring 持久的 那麼第二個 enforce 也是動詞變成一個形容詞 變成形容詞 enforce 叫做強迫的 或者強制的 凡是呢動詞 變成現在分詞或過去分詞 就是從動詞轉成了形容詞的特質 形容詞的特質 形容詞特質 所以這個叫強迫 那麼第三個叫 非常常 enthusi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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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原來就形容詞的 它是熱情的 enthusiastic 當然我們記得有一個名詞叫 passion 那麼它是名詞 那這是形容詞 熱情的 熱情的 那麼通常這個用法是前 那麼形容詞前面加一個 be be enthusiastic about 這個介系詞要放 about 就對於什麼感到非常熱情 也是類似於這個所謂的情緒形容詞 情緒方面的形容詞 就是對什麼感到非常熱情 所以我們一看就知道答案 So Kevin was very enthusiastic When we explain our play We are sure he will enjoy it a lot 所以答案就是 C 所以答案就是 C 可是我們一樣把 D 看完 這個 enrage enrage enrage這個字 這個作 就是生氣的 或憤怒的 它原來是動詞 那麼加 ED 之後 變成一個形容詞 就是憤怒的 比我們講 angry 還要更加的生氣 憤怒的 火氣到達了幾點 憤怒 非常生氣 very very angry 那麼就是 en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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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題我們很顯然就是 C 表達高度的熱情 我們再把它捏變做 Kevin was very enthusiastic When we explain our play We are sure he will enjoy it a lot 非常非常喜歡 好 第二題我們看 the flight 這個flight叫搬機 飛機 飛機 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過去叫搬機 這個搬機怎麼樣 wasmary for nearly 幾乎這個almost 幾乎將近這個兩個小時 because of the terrible 可怕的 sunderstorm叫暴風雨 雷雨 雷雨交加暴風雨 那麼雷雨交加暴風雨 當然這個飛機怎麼樣 那就 不能 在那個惡劣情況下 起飛有 這個 發生危險 避免發生危險 所以一定會延遲 延遲 從這個 整個劇 我們知道這邊應該是填一個 會延遲 幾乎是兩個小時 因為這場雷雨 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好 所以我們看A Postful 對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是被動 被延遲 PP 過去分辭 被延遲 delay 被延遲 好 那麼B improve 改進或改善 完全沒有相關 改進 或改善 改善什麼事情 完全 像我們說 improve my english ability 英文能力 英文實力 改善什麼樣的能力 ability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用improve 所以說improve跟這個 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不是答案 所以說我們 是postpone postpone 但我們還是把它看完 C呢 deny 這個本來是Deny why 這是動詞叫否認 這個字有一個特殊點 這個後面要放動名詞 否認什麼事情 deny doing the thing 否認做這件事情 好 那麼這個 這個我記得這個在做很常用 就我們經常會用 there is not 後面放動名詞 deny that 這等於什麼句型 如果大家一看到這個 就馬上想到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不用說 或是neitherless to say 不用說 就是想當而必然是 的 無可否認的 一定是這樣 不用說怎麼樣 比如說time is money 時間就是金錢 等等 這在寫作文經常用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這個我們順便提一下 那麼最後一個叫surrender surrender這個字在新聞也經常看到 好 surrender後面它可以放一個to 這個to是介系詞 那麼後面可以放人或事情 那麼也就是對什麼 對什麼投降的意思 或者屈服於什麼什麼 投降屈服 如果對生命投降 那就是死亡了 死亡 所以surrender to 加上人或事情 surrender 所以很顯然的答案 剛好就是A了 Postpone Postpone 所以我們整個念起來叫 The flight was postponed for nearly two hours because of 由於 the terrible thunderstorm 大雷雨 大雷雨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A了 不過現在我們高雄真的是很需要這個大雷雨 缺水 這個整個已經很久都沒有下大雲 所以這個很麻煩缺水的問題 現在到目前也沒有辦法改善 因為雨一直不下來 但我們現在是很希望這個summer storm 雨能快下來 好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第二題 這個A A答案 我們看第三題 The old man is very stubborn Stubborn這個叫頑固的 非常固執啦 非常固執啊 固執就是堅持己見 絕對不改變 非常堅持 非常頑固 非常頑固 好 那麼這個老人非常頑固 就是非常 非常這個固執 固執的 頑固的 那麼我們呢 怎麼樣呢 to make him change his mind 我們呢 去使他改變 那一定是徒勞無功嘛 這非常 覺得自己這個是對的 絕對不改變 人家怎麼圈都沒有用 這個非常固執 非常固執 所以這叫stubborn 所以呢 就徒勞無功 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答案就是 剛好這題也是第一個就是答案 就是我們叫invent 徒勞無功 白費利器 也可以這麼講 白費利器 徒勞無功 invent 那be on purpose 叫故意 故意的 故意的 叫un purpose un purpose he make the mistakes un purpose 故意犯錯 那麼這個 的相反叫做by accident by accident 叫做意外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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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un purpose 叫by accident 相反的意思 那麼第三個 在at will 叫隨心所意 隨意的 隨意的 想幹嘛就幹嘛 非常自在隨意的 也可以叫at random 隨意的 at random 或者at will 那麼第一呢 in advance 這個advance 就往前進 in advance 你看一下 預先或事先做什麼 比如說 我們說 the restaurant is very famous 這家餐廳非常有名 所以呢如果要去的話 一定要說 we must reserve a table reserve a table 什麼叫reserve table 就是定位 in advance 事先定位 必須事先 這個定位 否則 去一定找 完全就是客滿 客滿 好 那所以說我們答案叫invent 所以我們整個念一下 the old man is very stubborn we try invent to make him change his mind 沒有辦法讓他改變性 怎麼講都沒有用 好我們看最後一題 parents should always keep her keep their eyes on their children 那麼雙親應該怎麼樣呢 總是呢 保持他們的眼睛在什麼 什麼叫保 把他們眼睛保持在他們的小孩身上 鑽住 一刻都不能 所以說帶小孩出去呢 那個眼睛 絕對不能一下索摸 那個是非常危險 今天我看到新聞了 不是這個小孩呢 這個 趁這個大人不注意的時候 衝出去之後 被車撞到 不然就是不小心 這個 小孩那個 被 被壞人陌生人 給帶走 所以說這個眼睛 這 小孩帶出去 那個眼睛一定要 看得非常緊盯 緊盯 這小孩在哪裡 尤其是有時候去 去很多大賣場 或者白貨公司 帶小孩去 然後買東買西的 結果忘記了 那小孩子 馬上就 就 就失蹤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 我們講說這個 keep their eyes on 眼神要盯著 their children 為了什麼目的 to keep them 好 為了避免危險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是 保持 這個劇情叫什麼 馬上想起來 keep什麼人 或什麼物呢 from 後面可能是名詞或動名詞 避免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呢 發生什麼事情 避免掉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也是可以用 stop 或prevent 阻止 阻止 某人發生什麼事情 阻止 魔物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叫做 keep them 答案 from 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句型 keep什麼from 避免它在寫作文 也經常使用到 就變成 parents should always keep their eyes on their children to keep them from danger 避免他們發生危險 這以上是我們帶來整個 今天的這個 全民音節終極閱讀的 這個題目的內容 當然也希望整個內容 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要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全民音節 終極閱讀見面 謝謝